好了,咱们呢,来看一下我这个U盘上边,它的那个F1,好了,咱们呢,来看一下我这个U盘上边,它的那个F1提出呢,应该是多少 好了,看一下这个坐标,从10开始呢,一个字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10,10,占用了一个,好了,咱们呢,15 坐标15,一个字节,它所在本的含义呢,是介质描述符,介质描述符 介质描述符,啊,针对于硬盘来说,包括呢,从属设备来说呢,它的那个介质描述符呢,都是F8 都是F8,那你要如果说你这个从属介组呢,是软盘的话,那么它可能的话,会变为F9,或者说FC,或者说FD 啊,但是呢,对于咱们所能够常见的那个介质描述符来说呢,它呢,往往呢,都是F8 都是F8,当这个标志 出现错误以后呢,你这硬盘呢,会出现一个 DiskIO,就是那个磁盘,或者说硬盘的那个 输入输出设备出现问题了,它呢,往往呢,都是由于 由于DBR当中的这一个字节,出了问题了 所以说呢,对于,如果说咱们以后碰到这样一,这些故障以后呢 相应的呢,你可以会找到故障语,把它纠正以后呢 也是非常容易的 好了,咱们呢,再来看一下下一部分 从16开始呢,数两个字节 它所在文的含义呢,是每FAT 表 它的善区呢 一共有多少个 意思就是说呢,它一个FAT的长度 它一个FAT呢,它一共包含了多少个算区 在这儿 16开始呢,数两个字节 它所在文的含义呢,是一个FAT的长度 一个FAT的长度 好了,咱们呢,可以把它呢,转换为实境质来看一下 00F,B,转换为实境质 可以看出呢,我一个FAT的长度呢,是500,251个算区 251个算区 咱们在前边的这个字节当中呢,可以看出 对于它的那个保留算区来说呢 意思就是说,从那个DBR到FAT之间呢 是一个算区,紧挨着的 好了 第一个FAT,第一个FAT的起始位置呢,就在这儿了 好了,咱们呢,来根据它那个长度呢 来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FAT1和FAT2呢 它呢,是紧挨着的 中间呢,是不格任何算区 一个完之后呢,又是另一个 好了,咱们呢,现在知道了 一个FAT长度 知道它了以后呢,DBRFAT不就知道了吗 咱们呢,可以来算一下 意思就是说呢 在光标所闪中的这个位置呢 加上 251 加251 应该是 嗯 284 284 这个位置 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呢 和咱们刚才所在的那位置呢 是一模一样的 从这呢,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 FAT长度呢 一个啊 它长度呢,确确实实是 251个算区 好了 咱们呢,再回去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下面那种 从18开始 数两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每磁道算区数 就是一个磁道上面呢 它可以划分出 多少个算区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两个字节 它的长度呢 是两个字节 好了 就是这两个了 咱们呢,把它呢 转换为 转换为实进制 来看一下 高位在后 0020 转换为实进制 可以看出呢 我这个U盘 它每一个磁道呢 是有32个算区 32个算区 32个算区 当然呢 对于U盘来说呢 它的那个真正的 从铸接着呢 是一个闪从芯片 它上面呢 就不存在一个 磁道了 扇区了 等等一些参数 这里的所指的那个 磁道 扇区 磁头 它呢 都是一个逻辑的啊 都是一个逻辑的 虚拟的 好了 咱们呢 再来继续 下一页 从EA一开始呢 数两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磁头数 磁头数 EA EA 这个位置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磁头数 从这呢 我可以看出 我这个U盘的那个逻辑 磁头呢 是八个 八个 咱们呢 这个呢 不需要转换了 是八个 好了 再来看下一边的部分了 从EC开始 数四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隐含散区数 什么叫隐含散区数呢 意思就是说 从那个LBA等于0 到DBR之间的散区数了 这个数字呢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咱们在MBR里边的 那个封区表里边的参数 如果丢失了的话 那么咱们所需要寻找的解锁呢 就是在DBR里边的 这一段字节了 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说咱们封区丢了以后呢 往往呢 都是通过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把风区呢 给找回来 咱们在后边的课程当中呢 会有一个单独的来 寻找风区的一种方式 也会有一个单独一个录像出来的 好了 咱们呢 来看一下 我这个U盘的一个隐含散区数是多少呢 咱们呢 咱们呢 来转换一下 可以看出呢 它也是 20 转换为实境质 是32 是32 好了 它在这里呢 写出了 我的这个隐含散区呢 是32 是32 意思就是说 从那个MBR到DBR之间的距离呢 是32个散区 好了 咱们再回到MBR里边 看一下是否是和 鞋背的这个呢 是不是一样的 在这呢 我可以看出 它的那个隐含散区数呢 确确实实是 一模一样的 当这里的数 风区表信息 全部都丢失以后呢 其中呢 这一个 这一段的那个四个字节呢 咱们呢 是可以在DBR当中的那一部分呢 把它呢 给提取出来 直接复制到这 这里呢 就可以了 好了 咱们呢 再来看一下下边这一部分内容 从20开始数四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 风区 散区总数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风区一共有多少个散区 构成 一般情况下呢 大于32兆的呢 是在这里记录的 好了 咱们这个硬盘呢 这个这个U盘呢 刚才已经看过了 是大于32兆的 好 在这里呢 咱们呢 又可以算出 这个U盘的 这个U盘风区的总容量 咱们呢 可以来看一下啊 来转换一下 就是这一段了 从20开始 数四个字节 1234 这个四节 这四个字节呢 它所代表含义呢 就是该风区的总散区数 咱们呢 来转换一下 00 00 003 1D 10 好了 转换为实进制 可以看出呢 我的这个U盘呢 它的这个风区呢 是一共呢 是由25万770 7504个散区所构成的 当然呢 这一段数字数字呢 对于咱们在寻找风区的时候 如果说风区都丢了以后呢 这四个字节呢 也是相当的重要的 咱们呢 可以的回头来看一下 MBR里边的参数 在MBR的风区表象里边呢 其中呢 风区表象的最后四个字节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 风区的总散区数 风区的总散区数 咱们呢 在这里呢 把它记录下来看一下 和咱们那个前边 那个MBR里面 那个内容呢 是否是一样的 它呢 是E0 ED 03 00 好了 咱们呢 回到MBR里边来看一下 好了 这一段 这是风区表象E定义呢 是它那个风区本身的 大家来对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 DBR里边的那个 分区总散区数呢 和这里的这个 风区表上的那个 分区总散区数呢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E0 ED 03 00 所以说呢 当风区表里边的那个 风区表信息都丢失以后呢 咱们应该去哪找 找线索呢 可以在那个DBR里边呢 找到一个信息 找到一个信息 当那个风区都丢了以后呢 这里这个风区表呢 应该全部都是为零的 应该怎么来贴呢 按照咱们所 前面所讲的内容呢 哪一个字节 哪一个字节应该贴什么呢 咱们都前面都说过了 而包括最主要的是 9到12个字节 这一部分了 而它在哪找呢 是在DBR当中呢 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来找的 而最后四个字节呢 它所在门的含义呢 是该分区的总散区数 也是一样的 在DBR当中呢 也是可以来找到的 好了 咱们呢 来继续 从二次开始 从二次开始 一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BIOS设备 针对于BIOS设备来说呢 它往往呢 都是有 咱们来来回到 那个32这个位置 BIOS设备 在FET32和116里边呢 对于BIOS设备 包括NTIF4的风区里边呢 都是一样的 它对于BIOS设备呢 都是以80 这一方式呢 来描述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 DBR数据丢失以后呢 你在这里呢 就贴一个80就可以了 好了 咱们呢 再来看一下 坐标25 这个位置呢 它占用了一个字节 未使用 所以说呢 咱们直接跳过 下一个2626开始 一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扩展 引导标记 29 这个值呢 也是固定的 所以说呢 咱们呢 直接跳过 再来看一下 下边这个2727开始呢 数四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它所指的那个借序列号呢 就是这个数值了 对于每个分区来说 它的那个借序列号呢 都是唯一的 都是唯一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它所指的那个借序列号呢 就指的是这一段数值 是唯一的 好了 咱们呢 再来看一下下边的内容 2B开始 2B开始 数十一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借标 借标 好了 咱们呢 这个和这个呢 一起来看一下 27 四个字节 就这四个了 可以看出呢 它是借序列号 而紧接着呢 从这个2B开始呢 数十一个字节 2 4 6 8 10 11 从这个位置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借序 那个借标 就是你这个名称 大家可以在这呢 可以看出 它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借标 所以说呢 它这里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默认的 按照默认的 针对于FAD32 或者说FAD16呢 这里呢 往往呢都是默认 都是没有名字的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一部分内容呢 往往呢 也是固定的 再来看一下下边的 三六开始数八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 明码形式的一个文件系统格式 文件系统格式 就比如说 好了 所谓的明码是什么呢 它会直接给你写示出 你这个分区 是FAD12 还是16 还是FAD32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 从那个三六开始呢 数八个字节 2468 这八个字节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你这个分区 是什么样的一个文件系统结构 从这呢 在旁边来看一下 它呢 是一个FAD16的 明码形式 所以说呢 当截别的 咱们整个 U盘的分区丢失以后 你不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通过这里的内容呢 咱们呢 能看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件系统分区了 好了 咱们呢 再来看一下 下边的内容 好了 这一部分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就咱们刚才所讲的那个表里边的内容呢 它所包含内容呢 都是BPB参数 它呢 是从这开始的 前边这一段呢 它所的那个内容呢 并不是BPB参数里边的内容 而BPB参数呢 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0B开始 从0B开始 所以我一直到 3C之前 3C这个位置 这一段呢 就是我所学中这一段呢 它呢 是称之为是BPB参数 也可以称之为是本分区参数记录表 它呢 记录了该分区的几乎所有的状况 比如说你这处有多大 你这三区有多大 你这那个一个磁道上面有多 那个有多五三区 等等一些参数呢 都会都会在这里呢 来进行记录的 好 针对于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内容呢 到55A之前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引导程序 引导程序 咱们呢 在前面说到了 对于DBR的作用来说呢 它的作用是分析 分区前两个红件 是否符合引导 系统的一个标准 就通过这一部分内容呢 来进行分析的 好了 针对于FET16的那个 DBR呢 咱们就介绍到这了 大家在这里还要记住一点 是什么呢 DBR和MBR之间呢 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 当咱们拿到一个没有分区 或者是分区丢失的一个 故障盘子以后呢 你你这层呢 应该从哪入层呢 就是应该通过 就是应该通过 DBR里边的参数呢 来进行分析 来进行寻找 很多参数呢 都是咱们呢 可以来提取的 而把这个数值相应贴进去以后呢 你这分区呢 也就出来了 而分区出来以后呢 可能你的数据呢 也就相应的出现了 好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下边的内容 它在这里呢 这个表当中呢 看到 以红线为 为这一部分呢 它是一个跳转指令 跳转入口 就是你这引导程序的一个入口 而以粉红色 这条红线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 OEM标记 标记 OEM标记 好了 再来看一下 以蓝色为横杠 这一部分内容呢 它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 BPB参数 BPB参数 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一部分 对于咱们找空区呢 是相当重要的 包括呢 咱们在后边的那个 来寻找这些数据呢 也是一样的 非常重要 好了 咱们呢 再来看一下下一页 咱们呢 把那个FED32的一个文件系统结构呢 已经熟悉过 咱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于FED32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好了 大家呢 先来看一下PPD 好了 咱们呢 来看一下FED32的那个文件系统 FED32的那个文件系统的那个风区呢 它所能够最大支持的风区容量呢 是大于2G的 大于2G的 它的那个文件系统的结构呢 它是由DBR FAT 包括呢 那个数据区 三部分构成的 三部分构成的 其实呢 它在这里呢 缺了一部分是什么呢 FDT FDT 这一部分呢 它虽然没有写到 但是呢 从结构来说呢 以及包括实际来说呢 它也是存在了FDD这样一个东西 只不过呢 在这里呢 FED32呢 它是把这个FDD呢 当成了一个文件呢 来进行管理了 所以说呢 从整个的结构来说呢 它没有把FDD呢 那个加加进去 针对于那个FED32来说呢 它呢 往往是利用在那个硬盘的风区当中呢 比如说呢 现在很多的那个硬盘的操作系统呢 或者说风区呢 都是采用了一个FED32的一个文件系统 那个结构 它对于那个硬盘硬盘的那个容量呢 支持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而现在很多的那个大的那个数码的设备 或者说移动同属设备呢 它呢 由于呢 都是大于两G的 往往呢 也已经采用了FED32的一个文件系统结构了 啊 针对于FED32来说呢 它和FED16有什么区别呢 FED16 它呢 是没有DBR备份的 而FED32呢 FED32呢 它是有DBR备份的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下 如果说FED32的那个DBR出现问题以后 咱们呢 就可以通过 就可以通过它的备份呢 来进行恢复了 好了 咱们呢 直接来进入到那个FED32里边的DBR 它的结构呢 来进行分析一下 好了 咱们呢 那以我的这个硬盘的分区呢 为例 咱们呢 来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 它每几个字节相组合以后呢 得出的一个含义 是什么内容呢 咱们来看一下 同样呢 是从00开始 00开始 长度呢 是为三 意思就是说 从00开始数三个字节 它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 跳转指令 跳转指令 它跳转到哪呢 是跳转到了你这个引导程序的一个入口 而最后呢 同样也会有一个90的一个空指令 空字节 好了 咱们呢 挑回到我的那个呃 那个MHD里边 咱们呢 那个 MHS里边咱们来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的C盘的 DBR的位置了 就是我所选中这段呢 它呢 是DBR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部分内容呢 它呢 是从00开始 数三个字节 00 是DBR的 是DBR的